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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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各有矛盾 国内的情况 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 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 继续抗议运动 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 继续过去五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 古墓贤 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 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二 这次作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 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 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 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这种情况 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 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 他现在强调国防 宣传党派观念以成就 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 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 表面上表示 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 以便维持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 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 而无政策上的改变 他的这一企图 必然徒劳无功 三 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 采取雇权大局 委期求全的退让政策 去年11月9日的电报 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 在婉南事变后 转入猛烈的反攻 两个十二条 拒绝出席参政会 和全国的抗议运动 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 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 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 是完全必要的 且已收得成效 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 未得合理解决之前 我们对国民党内 新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 婉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 仍应继续 严正的抗议运动 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 不要松懈 四 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 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 和反共宣传 绝不会放松 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 国民党对淮北、宛东、鄂中的进攻 才会继续 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 各根据地 必须坚决地执行 中央去年12月25日的指示 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 纠正过左思想 以便长期地 不动摇地坚持各抗议民主根据地 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 要反对对实际认为 国共已最后破裂 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主题 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